文太来要冒充张昭仲逃跑 结果李元旨帮他跟前一送这口宝剑 被李元旨给发现了 李元旨这一抄抄 整个的事情可就全都乱了套了 这个时候 陈家洛向外边走了两步回头一看的功夫 一瞧这文太来呀 已经被众亲兵团团围住 只见文太来手中使着张昭仲的那口宁闭剑 气着咔嚓 正在削他们这些递进身边的长矛和短刀 白光飞舞 眼瞅着那个枪头那矛头 还有刀头气着咔嚓气着咔嚓 叮咯当当当当当 往地去直掉 旁边这李可秀大声喊叫 你栽不住手我可要放箭了 这个时候文太来一使劲 腿上这个旧伤啊 忽然又崩裂了 这血可就滑得一些的流出来了 血流如注 文太来啊 他已经没有力量冲出冲霉 他冲着陈家洛就喊立声 总座主 你快出去 不要管我 接剑 说了一声接剑 他把手里边拿的这口宁闭剑 朝着陈家洛就扔过去 他想把这口剑扔给陈家洛 可是一扔剑的功夫 这一用力气 他忽然觉得肩头一疼 呀 这手一软 那柄剑啊 没扔到地方 扔出去很短的距离 一啪叉就掉地去了 他为什么疼啊 原来这肩头在扔剑的这一瞬间 他中了一剑 就射的那剑啊 扑的一支剑 射的他肩头了 这个时候陈家洛 窜出去了树部 向李可秀就说了 快别放剑 陈家洛 这句话说的就像李可秀 下命令一样 李可秀这个手一挥 中亲兵 不再射箭了 十一把长毛 分别指住了陈家洛和文太来 陈家洛 这个时候冲着李可秀就讲了 李军美 快请医生 给文死当家的至上 我去了 说完这句话 他昂然向外走去 这些个亲兵啊 事先都受了李可秀的 暗自的命令 什么叫暗自命令 李可秀是私下来 给他们下的命令 知道今天这个行动 是为什么 所以他们就假装了在这呐喊 追逐 并不真正的阻拦 陈家洛 跳上了墙头 只见内外又是三层弓箭手和长毛手 陈家洛心中暗响啊 这么多的官兵 看守着文太来 我们要想解救他 真是难上加难了 陈家洛纵身出了提督府 魏川华和洛冰就赢过来了 两个人一看陈家洛 一个人出来了 甭拜 这文太来没出来 陈家洛苦笑着摇了摇头 此时东方已经现出了威名 众位英雄 这心里边都怀着郁闷愤恨 一起回转孤山马来 回转马来休息吧 折腾了一夜了 睡了不到两个时辰 这大家伙心里边都有事啊 哪能睡得着啊 所以又都起来 坐在了大厅上 坐在大厅上干嘛呀 商议 商议下一步怎么办 陈家洛向魏川华就说了 九哥 你把那个玉萍和李可秀的那小老婆 给他送去 咱们红花会 可是言而有信的人 咱们说了 他答应咱们的事办了 咱们答应他们的事也得办 魏川华答应完了之后就出去了 马大厅呢 走进大厅就说了 总统主 张昭仲 有封信给您 嗯 陈家洛一听 什么 张昭仲 有封信给我 张昭仲怎么会给我信呢 真是奇了又怪了啊 他为什么要给我写信呢 可能是我用手铐子脚料子 把他靠在那之后 他来得气了啊 瞧瞧他那个信 他在信里面能说什么 陈家洛于是把这封信接过来 拆开一瞧 呼 一瞧这封信上 满指都是鸡愤之言的 责怪他陈家洛 你行为诡秘 并非君子的作风 不是英雄好汉所为 约陈家洛 单打独斗 分个输赢胜负 时间地点呢 就由陈家洛你自己选定 陈家洛看完了这个信 这个家伙是想报昨天晚上这点仇啊 单打独斗 单打独斗 难道说就怕了你吗 陈家洛提起笔来 马上就付了一封信 信里面说了 锦如所约 明日午时在格陵出阳台相见 如约一人助权不是英雄 这个意思就是咱们两个就是单对单的 他把这个信写完了 正打算差人给送出去呢 徐天洪在旁边说了 哎 我说总舵主 咱们可得在两天之内把四哥救出来呀 知道吗 张昭仲 他这个约 咱们得往后厌迟厌迟 起码 得厌几天 不要因为他呀 而误了咱们的正事 陈家洛听到这里想了想 嗯 您说的也是这个理 今儿个是二十 那就约定在二十三五十 怎么样 嗯 差不多吧 当下他就另写了一封信 命人送去提督府 赵半山在旁边就说了 这个家伙保健锋利 他那是保兵器呀 可以消通堕铁 总舵主 你跟他可别比兵刃 在拳脚上 总不至于输给他 吴臣老道在旁边也说了 就怕这个小子 他提出来要比剑 这个小子 他明安好心哪 想起来在黄河渡口 那消贱之仇 这吴臣老道到现在 他咬着压根的恨呢 周中英老英雄 在旁边说了 总舵主 你可别见怪呀 我有句话要说 陈家洛说 周老前辈 尽管指教 怎么跟小侄 还客气起来了 周中英说 总舵主啊 你的武功 我是领教过的 确实是高明 不过那个张昭重的功力 也很深厚啊 咱们都斗过他 不是我在这儿 长他人的志气 灭自己的威风 总舵主 虽然不至于输给他 但是您要说胜他 恐怕也不那么容易 咱们必须得琢磨一个 必胜之策 这才好 陈家洛说 周老前辈说得不错 要胜他 确实没有把握 不过呢 他既然约我决斗 如果我要不赴约 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 我想啊 这回我竭尽全力 跟他拼一下子 至于说胜负嘛 我就不在乎这个了 陈伯志在旁边一听说了 我跟你说 这个龟儿子啊 这么闲取 把他的剪 给投来 砸砸他的威风 怎么样 这驮子张进在旁边就说了 我说诶 诸位 我有个主意 哎 你们听怎么样 大伙说 您说您说 您什么主意 咱们这些弟兄啊 咱人多呀 咱们一个一个的 先去找他打架 哎 跟他斗气 他不是气功好吗 他不是内功好吗 也扛不住咱们老累他 累得他吃不好 睡不香 没有功夫上猫房 咱老找茬跟他打架 他一上厕所 等他尿尿半截 咱跳起来就跟他干 他上厕所想大便 不等便出来 咱们过去给他一刀 把这个兔崽子累得呀 是睡不宁 坐不安 这两天的功夫 把他这个功啊 就给他累泄了气 可是这两天呢 让总舵主呢 就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睡觉 把这个精神立起头 养得足足的 咱累那个兔崽子两天 咱们总舵主休息两天 然后让他们两个再比武 我琢磨着 这总舵主是必胜无疑 大家伙一听 都乐了 好嘛 我说张爷 您这主意可真好 有这么干的吗 这不让人家笑话吗 哎 张进说的笑话什么呀 咱这叫智谋啊 车轮战啊 累个兔崽子 大家伙正在这议论呢 这马家一个装钉过来了 对这个马善军就说了 老爷 那个王维扬老头子 他还是不吃饭呢 他就在那破口大骂 马善军一听 他骂什么 这庄丁说 他呀 他骂这御林军 做事不讲道理 他说他在江湖上 行走了几十年 人人都敬重他 看他知道这回 给朝廷保镖 反而被咱们 给靠在这儿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吴臣老道在旁边一笑 什么原因 他危阵和硕 到咱们江南来 那威风可就没有了 那就得让他吃点苦头 这个话说到这儿 徐天宏在旁边听到了 心里边一动 哎 你说什么 那个王梅阳 正在骂大街吗 啊对呀 就是啊 他不知道为什么 把他给扣在这儿啊 徐天宏说 哎 这个事儿 大家别言语啊 容我想一想 嗯 徐天宏在那儿沉闷了一会儿 接着就说了 哎 我说 我这儿可有条 辩装伺虎之计 就是从实地的这个念头里边画出来的 各位瞧瞧啊 这个计策能不能用 说着话 他当着大家就把他这个计策怎么想的这么一说 大家伙一听 嘿 我说 武朱阁有你的 这个计策 可以 这周琦在旁边笑的不住的摇脑袋 陈阳罗在旁边就说了 周姑娘是不是又在笑七哥不够光明磊落呀 啊 不过呀 咱们对付小人 也不必禁用君子之道 孟大哥 你去跟那个威震和朔 去说去吧 就按照七哥说的办 这话说到这儿了 这个时候 这位孟爷就出来了 这个孟爷应该说论机灵 他比别人都不差 而且从外表上来讲 这个人给人的感觉要骄横起来 也很像一个军官 这王文阳此时此刻 正在被勘压着呢 王文阳 在齐鲁燕赵之地 那是宗康四十年 无往而不利呀 可是没想到一到江南 就受到这份挫折 他在那大叫大嚷 老是要见这个与林军的统领 要说个理 他正在那超出呢 就跟门一开 从外边进来一个中年男子 身上穿着御林军的官服 这就是孟建雄 这孟爷进来之后 大大咧咧的 拜出一副官太来 往那一坐 瞧了瞧这王文阳 王文阳一看这个官进来了 王文阳就不骂了 瞪眼瞅着他 心想这官来了 肯定是有事啊 孟爷坐在椅子上就问他 我说 你就是威震和硕吗 王文阳一看这个人 一脸的傲慢 这心里边就有气 王文阳就说了 不错 这个外号 是江湖上朋友们送的 既然是副统领 听着不是哪儿 赶名个我就变够江湖朋友 把这个外号撤了也就是了 孟建雄瞧了瞧他 副统领是皇亲国戚 没工夫来理你这些江湖上的这一套 王文阳说 那么我好好的给朝廷保镖 护送宝物来到杭州 一路上没有出一点岔子 干嘛把我这个老头子不明不白的靠在这儿啊 啊 我犯了哪条了 孟建雄说 你犯了哪条了 你不知道吗 王文阳说 我不知道 想知道吗 我当然想要知道 嘿嘿 哎呀 想知道 想知道 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那为什么 你要是知道就告诉我 好说我明白明白 你呀 岁数太大了 我把告诉你之后啊 把你吓着 不至于 这个王文阳啊 最恨别人说他年纪大了 不中用 这个时候他手铐子已经除掉了 当下他暗用内力 伸手在这个桌子角上 这一掌立着往下就砍起来了 你看着 哈 啪 这一掌下去把这桌子角 给砍起一块来 暮穴纷飞 怎么样 看见没有 别以为我王文阳老了 人老凶心的还在 上刀身下油锅 要是皱住眉头 不算好汉 我怕什么惊吓 你尽管跟我说 梦见雄一看 哈哈哈哈 这老头 脾气还真不小 还真有了呀 吓死啊 哈哈哈哈 好 你要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我问你 江湖上是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呀 说什么 宁见阎王 莫碰老王 宁挨三枪 莫玉一张 有没有这两句话 王文阳说是 有 但是黑道上给我这老头子脸上贴金的话 孟见雄说 哦 给你脸上贴金 这两句话 我问你 为什么把你这个老王 放到这一张的前面 放到这个一张的上头啊 难道说你老王的武功本领 能盖得过你姓张的吗 王文阳听到这里 他好像有点恍然大悟 王文阳 蹬得向他站起来了 跨前一步 哦 我明白了 你说的是 那个活手判官 张昭仲 啊 这个张昭仲打算要称称我的分量 量量我的尺寸 对不对 嘿嘿 我可真是有点老糊涂了 我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层 孟见雄说 好 还算你没糊涂 你还想到了 我告诉你啊 张大人 那是我的上司 你知道吧 王文阳说我知道 张大人是在御林军里头 孟见雄说 对 你认识他老人家吗 王文阳说 我们虽然同在北京 武林一脉 但他是官 我是民 我久仰他的英明 可惜呀 没有福气相认 也不曾相识 孟见雄说 我们张大人对你的名字 也是听得多了 现在呢 他也在杭州 我们张大人说了 在北京的时候呢 天子脚下 为了一点虚名 就上了和气 犯不上 另外呢 让上本知道了 也觉得不像话 现在呢 您到了杭州了 我们张大人 也在杭州 既然是都在外乡 张大人 有三件事情 要和王老英雄 商量商量 我跟你说啊 只要您 一答应 这三件事 马上就可以把您放出去 明白吗 王维扬一听 哦 这张昭仲 还对我有三件事情 哪三件事情 你说 我就问您呢 您能不能答应 王维扬说 我现在给你们 御林军的事扣着 有什么事 不都得听你们的吗 我有什么权利 答应不答应 不 您自个儿得 从心里边 往外答应 老标头 您不用发脾气 怎么样 王维扬说 好 你先把这三件事 说出来 我听听 都是什么事 活手判官 打算要我怎么样 孟建雄说 您听着啊 第一件 请老标头 把威震和射的外号 撤了 威震和射呀 您这外号 这名誉可太大了 和射 射 北方 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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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一北 都称作 河术 那么您这威风 把黄河一北 所有的地方都给占了 那其中 也包括我们的 张总爷 是不是 是不是您这口气大点了 所以说 我们张杰说了 请您把这威震和射的外号 撤了 王维扬听着 嗯 说 第二件呢 孟建雄说 第二件呢 就是请您 把这镇远标局 收了 啊 王维扬一听 当时的火就上来了 让我把这镇远标局给收了 我这镇远标局 可是开了三十多年了 每一回在黑道上的朋友手里 张大人要让我收山 啊 这不是砸我的饭板子吗 嘿嘿 您别着急 还有第三件呢